十九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 我想是二十位 我觉得我有点激动 因为今天早上的很多分享 都跟我现在要分享的 这些事情是吻合的 我觉得圣灵参在我们中间 把我们每一个十九位的分享 好像看起来都是个别的 一个PowerPoint 一个Presentation 他把它串联起来了 我真的觉得 我中午休息的时候 是心里觉得蛮 我觉得我真的感受到圣灵在我们中间 所以呢 这两句话是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出现的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刚刚高牧师分享了 一个从信徒到门徒 是一个很长的距离 从不信 从长到一个父母 那我们就不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成人 我们称他是属灵的父母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是可以 在生的 他可以在造的 成人也许不能 没有这个在生的能力 所以呢 这两句话呢 我是觉得 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这个爱和顺服是很重要的 另外这个 我每一天都要更像耶稣 不是只有在交门训的时候 我是要在很多我的生活的层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哪些领域 我们都需要像耶稣 那我把高牧师刚刚这个 我再来看一次 就是从死亡到婴孩 婴儿 孩童 青年和父母 那一个活的生命 必须是要能够成长的一个生命 所以一个信徒的生命 是有五个阶段 我们要带领一个人 从不信到他也能够交别人 这是一个蛮长的阶段 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爱 在中间 那请放下一张 这一张 这张图我是很偶然看到的 我非常感动 我把它剪下来 我贴在我的圣经的使徒行传的最后一页 提醒我自己 好 就是我觉得常常在教会里久的人 像我这样子的人 就是 就是 怎么讲 就是说没有注意到这种balance 谁是你生命中的保罗 就是一个mentor 像刚刚葛宏传道分享的 巴拿巴就是你的同工 然后提摩泰就是你要传承的 你要 你要 你要带领的年轻的信徒 成为一个门徒 那今天早上我看到葛牧师 第一次放出来讲 我看到这个Professor Howard Hendrick的名字出现的时候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要讲我讲的东西吗 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Professor是非常有名的 他也是写了非常多本书 然后是达了神学院的教授 后来又听到王宇章老 就是详述他去参加了这个 Professor Hendrick的聚会啊 哇叙述太详细 我羡慕到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名言 我自己我把它放在我圣经里面 我要就是说 不管我们到什么年纪 不管是青年 我还是一个父母 我还是需要一个mentor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啊 就是谈到一个关系 我想这个是很多服侍的人啊 很缺乏的 就是说有一些老师啊 或者是教会的长老 甚至于是牧师啊 他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他没有办法吐露心事 所以很多牧师师母都是很孤单的 就是他也许有软弱 可是他没有办法吐露心事啊 那也没有可以坦诚错误 并且寻求帮助的同工 因为觉得说 哎呀我跟他讲的 不是他就知道我的软弱吗 那更是没有一个mentor 是可以督促我前行 或指出我错误的老师啊 我想这三方面是给我们这种 我都不愿意称我自己是老师 我觉得我是一个陪伴者啊 我觉得是 我常常觉得我没有资格 我常常DT的姐妹们很客气 都是叫我老师 我就觉得说 我事实上 每次人家叫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哎呀好 就心就跳了一下 我觉得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我实在是不够当人家老师 但是我需要一个mentor 我觉得我要更谦卑啊 就是说要寻找一个mentor 常常能指出我的错误 那所以这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下面就要看一下 这个一个门徒的四个 他的关系啊 那你有看这四个关系不是平行的 那与神的关系是在中心 然后旁边是与教会的关系 与家庭的关系 与世界的关系 所以与神的关系啊 我这边有一个下一个powerpoint上说 请下一个powerpoint 就是说与神的关系是整个关系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加薪福斯也是说 你跟神的关系搞好了 你的夫妻关系就对了 所以呢就是所有关系的基础 是在于与神的关系 也是整个领域的核心啊 那在这谈这四个关系里面 我们是把以福所书一到六章 整个以他为核心 所以我想想这一节经节我也不念了啊 就是以福所书二章八节 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得救啊 就是神就预定我们得救了 神就是他早就预定好我们了 所以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再下一个关系呢 其实我预备的比较多 但是我想不能讲啊 就是第二个关系是与教会的关系 我想说也有 我也看过在教会 因为在教会很多年 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爱神 但跟教会的 跟同工或者是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 处不好 就是而且不注重 就是处不好就处不好 我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很爱主 我想这不是神要 神的心意啊 因为不要忘记十字架是一个是垂直的关系 还有一个是横的关系 才能够成为一个十字架 所以而且大诫命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啊 所以在教会里面是以福所书四章二到三节啊 我们要真的是要能够用一个谦虚啊 这个温柔忍耐的心啊 互相宽容 这是与教会的关系啊 那下一个呢是与家庭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我们常见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教会里面 爱主真的是非常好的长老知识 家庭关系 与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或者是与儿女 甚至与父母的关系都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以福所书在第五章第六章都把它指出来了 与家庭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就一个人在最放松的时候就在家里面 所以呢你你的真实面目就是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是不是能从家里面这个最最基本的能够做有见证 我觉得这个是对门讯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是与世界的关系 我想这是一个工作上的 我知道在教会后有一些弟兄姐妹啊 他们他们赶在教会里hire其他弟兄姐妹到他公司去工作 我觉得这种弟兄姐妹啊 真的是我很敬佩 因为你要知道在工作的时候 常常你真的忘了你是一个基督徒说不定 你既然把教会弟兄姐妹hire其他成为你的employee 这种弟兄姐妹我们要敬重他的对不对 除了提供了这个工作机会 另外他表示他是真的是能够把他的这个信仰能够行在这个工作的场合 所以这是这个四个这个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让我们make sure这个门徒是认识耶稣的 是愿意与基督同行的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分享啊 我们gradually分享下一个好吗 gradually分享啊 就是你跟教会的关系 你跟你自己家庭关系 你跟世界的关系 那我非常欣赏葛宏传道刚刚提的啊 就是说我们要坦白 好我们要be authentic 好要真实 我觉得share自己失败的见证啊是最动人的 我最后用一个那个见证作为结束啊 我们今年2020年那个姐妹的门讯班啊 我跟Chris刘一共带了四位姐妹 我觉得跟这四位姐妹我都非常不认识 可是我们只见面一次以后就开始在Zone上面上课 你知道在Zone上面就是很冷淡的对吧 就是没有什么笑声也没有什么回馈啊 每个人都把视频关了 因为是早上八点半 哎呀我不行露脸 所以我就每天对着一个空的电脑 我就觉得无论怎么样好像都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关系 那那那个也没有食物的像可师母说的 因为以前有食物还会说哎呀你recipe好棒哦 你可不可以给我下课以后大家喝啊什么 就很容易建立关系 可是我在Zone上面我就觉得打不破这个冷漠 那我又原来就跟他们四位姐妹不熟悉 所以呢在正好四月份开始这个疫情很严重 我就决定我要share我的软弱 因为他们说什么事情带到 说你有没有事情带到 我就说啊我说我最近心里面非常的害怕 我说因为我儿子在医院里面都没有口罩 哎呀想不到另外两位姐妹 甚至于Grace刘啊 她的儿子Rob也是在医院 那我们现在变成五个人有三个四个 五个人六个人有四位都有儿子在医院里面 所以呢 马上我们就乐乐起来 我们就互相交换在哪里可以买到口罩 有些人买到了口罩或面罩就互相赠送 拿到他家去啊什么的 一下子他心就暖起来了 每天都是像有个姐妹有一天上完课后就打给我说 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他怎么样 他现在好像有点不舒服什么 我觉得我们马上就有一个connection 因为我觉得我们要share自己软弱 不能够说哎呀我都靠主我都不怕 你知道其实我很害怕 我觉得我们要share 那在这中间呢 其实一开始大概才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另外一位姐妹先生 没有预警的就过世了 我那时候那天晚上就在家里想说惨了 他一定要退出 想不到他私讯我说我绝不退出 他说因为这个门讯啊 他说我变成是我的一个救生圈 他说我要抓这个救生圈 跟让你们陪着我一起游过去 所以我们真的陪伴了他 整个的几乎是差不多三分之二时间 他都是在安排这funeral啊 在这个情绪的波动之间啊 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真实啊 坦白不怕share自己失败见证的这种 这种带领者 我觉得是比较能够带出真正的门徒 好 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谢谢杨师母给我们美好的分享啊 那我们生命在四个领域都要成长啊 我们接下来呢 就请张磊牧师跟我们分享领袖的角色 谢谢大家